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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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报是一门学问 它包含了深远的智慧 福报的获得 必须具备美好的前因 才会结下殊胜的福果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福报 福报更是一种文化财富的传承 与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 虽然说富富百财富不过三代 但我们中国有一个家族啊 王羽之这个家族就是从东京一直到今天 1700多年都很有福 他家出过 三十六个王妃 三十六个驸马 二十九个宰相 富贵到今天超过一千七百年 我去说富贵难道有种吗 但是富贵是一种知识 如果你了解了福报 富贵的这种知识 你把这个知识只要传给你的子孙 你的子孙就受用不尽 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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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福报 那你看王家的这个 他传给子孙的实际上很简单 就六个字 六个字就可以一千七百年富贵到今天了 哪六个字要不要听啊 前面三个字叫 言一慢 这三个字 讲话应该慢慢讲 王羲之是他的爷爷 他的爷爷就 就得到了这个三个字 然后从一个七品芝麻官 一直可以做到宰相 做到宰相之后怎么样呢 有的人跟他政治正见不合的人呢 他就害别人 后来 有一位长者 后来过了几年又遇到他 又给了他三个字 心一散 那心啊 一个人的心要保持在好的状态里啊 害人之心不可有啊 所以当了大官有权利了 你要想害别人很简单啊 你害了别人 请问你的子孙会不会说得报应啊 哎就英国啊 我们广东人出来啊 出来行啊 起早是要晚的 为善之家必有余庆 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言一慢 心一善 这个六个字记住了 那你传的子孙 子子孙孙都兴旺发达 言一慢 心一善 这言简一封的六个字 涵盖了一个家族 长久兴盛的秘诀 也饱含了中国人传统处世的智慧 和代代相传 经世立命的哲学 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里 五福临门 第一个就是长寿 长寿是不是福报 第二个是富贵 第三个康宁 家庭关系特别好 富言子孙孙子孙啊 兄弟和和啊 周离啊 世事同堂啊 这个好不好 好啊 然后第四个是好得 不但家庭 康宁 个人康宁 家庭 合得 而且呢 社会关系都好 大家都称赞你 大家都 都只有你在社会上很有威望 第五个叫散忠 散忠 在上书里面也叫考忠 就是 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 不修来世 我还修个好死呢 对不对 说我这辈子啊 我修我要做好人 我要做好人 我倒不是为了求怎么样 我也不求什么来世怎么样 我求死 人好死啊 好死也要修来的 我们中国人讲的好死是指 寿终正寝 是要积累大量的福德的 你像我的师父就是 他其中就讲到 我走的时候 不生病 心也不乱 坐的也可以 躺的也可以 修行很重要 所以我师父你看 欲知识字 非常吉祥 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念佛重要不重要 念佛也很重要啊 因为佛到时候会来接我们啊 要失佛就有这个愿 如果你们经常念我的名字啊 就不会遭遇狠死 人有九种狠死啊 所以好活着好死都是需要修的 福报 福报通世间和出世间 随着岁月的更迭 五福演化成福禄受采喜 更符合世俗的意愿 五福灵门也成为中国人 对福报最完美的诠释和最美好的憧憬 佛教传入中国后 成为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之源 在佛教的殊胜对境面前 我们持戒行善 福德力得以成倍的积累 成为世间福乐和出世间解脱最重要的助力 自己如果是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的话 我们产生的功德力实际上 有没有恨 有 但是你不足以影响这个世界 不足以影响你的家人 但是如果我们 如果我到佛面前送了这五条戒 我把行持五条戒的功德 供养给佛 然后把这个影响力回向给你的家人 你的家人的命运就会转变 这个用现代科学来说 叫量子纠缠理论 因为你跟他有缘 我们同一个基因 甚至扩大到我们大称的话 说我们同一个佛性 佛性是同体的 你改变自己的时候 你家的亲人也会被改变 你回向他的时候 你修了福德 你有福德 你就能把这个福德拷贝给他 我看是法国还是哪里 有一个老人的 他给那个流浪狗子 给了一顿饭 后来他死了之后 那个狗就陪伴在他的墓前 陪伴了整整一年 特别是我们以圆满的三宝为对境的时候 我们把佛陀给我们的理论 教导我们的理论去实践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跟佛的生命就会连在一起啊 就皈依佛 拿摩佛 当我们拿摩佛的时候 我们虽然是凡人 我们不圆满 但是佛是圆满的 福报是圆满的 智慧是圆满的 我们的生命就会融在佛的圆满的大海里面 如果你恭敬供养三宝 它是什么 舍一德无量宝 无量宝 所以往往我们对恭敬三宝的 这个功德回过来 把这个功德再回向给我们的父母 念这个佛的名号的时候 这个佛的德啊 就好像在我们生命里就会起作用 佛的名号具有 修灾严寿征服 这个功德利益 在三宝的加持中 与福会圆满的佛陀 相容相应 这是获取福报首要的 也是最有效的途径 当我们行走在这条道路上 佛光牵领着的 不只是你 还有你的祖祖辈辈子子孙孙 光纵要祖 福眠子孙 距离十三区五公里之遥的西带岛 位于塞纳河的中央 是巴黎历史的发源地 著名的巴黎圣母院 就坐落于此 这里是巴黎 甚至是整个法国的宗教中心 追求自由的法国人 把这里当成 心灵信仰的精神家园 哥特市的塔顶直冲云霄 象征着灵魂对天堂的向往 和对生命境界提升的渴望 巴黎圣母院 是教堂建筑的典范之作 充分体现了 西方社会2000年的精神传承 现在中国的文化没落了 这是整个人类的悲哀 是这样的 如果法国文化 西方人的文化 它的宗教文化如果衰落了 这整个人类的悲哀 所以我们除了爱护 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 自己民族的文化 就像我们要赞美 赞美人类里这些优秀的文化 对不对 人身体你看就是穷顶 身体就是坦诚 对不对 内坦诚 外坦诚 内密坦诚 正逢西方的万圣节 巴黎圣母院内 缓风琴的声音悲怆空泥 通天彻底敲钟的音声 射人心魂 光线 光线从巨大的彩灰玻璃窗 照射进来 高亭的穷顶 将灵魂接引上升 川西法师 步入教堂内 在人群之中 一起点灯 慕念 观想 祇荡 如金刚的悲心 永恒 不间断的 施与众生 作为菩萨的事业 作为菩萨的事业 正无的智慧 和内在的 悲至双命 把众生 带回到 解脱的 不漏的世界 带众生回家 不管是西方的建筑 通天的穷顶 响彻 天际的 红钟 实际上 人类文明的所在 都是人往高速走 生命 是需要修炼的 就像钢铁 需要锤炼 黄金 需要提炼 美玉 需要雕塑 生命 自身的工作 除了我们创造财富 也是住行 我们的精神世界 也是需要雕塑 在巴黎省渊 追乎死经 东西方文明 诗说 地球 如此的美丽 在法国 有大家文明的 罗老师 有 阿尔卑斯山 不管是紫色的芳香 还是清澈的血水 地球是这么美丽 中国 也是 喜马拉雅 长江湖 世界也是这样的 能获得人生 是 如此的喜悟 可以 生命 在私手里 去 积极地进去 就是 为了 去健康我们的身体 生化我们的心灵 阿弥陀佛 在二十一世纪文明沟通 与互建的时代 本着对真理 和传统文化的深沉自信 才能拥有 开放和包容的心胸 西方神父 与中国法师 彼此尊重 互相接纳的眼神 让人心生温暖 与感动 如同看见了佛陀的智慧 与基督的爱 在这座古老的教堂之中 教会 并携手祈愿 世界和平和安乐 高贵的灵魂 消融了语言和思想的隔阂 使世人沐浴在 爱和慈悲之光里 前心理在共养福 请佛注视转法轮 随喜忏悔诸善根 回向众生及佛道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在生命电视台 天天你都可以看到 大跑法王 噶玛巴尊者的法语 为什么 噶玛巴 就像一个佛 一个大悲心的圆满 虽然有时候节目重播 但是目的就是希望大家 多训续 多训续 佛教里面 听一次 听两次 听三次不够的 不但听还要思维 更重要的应用 噶玛巴尊者最强调了 佛法要应用在日常生活 应用到现实的生命 最重要 愿大家也多念噶玛巴前 多听闻噶玛巴的法教 阿弥陀佛 顾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点市基隆法研寺 举办公送弥勒三金 点万灯 灌万水 护生 耀拱 既甘露事实法会 恭请占有法师领众 日期 2月17号星期六 大年初二 上午九点 地点基隆法研寺 地址 基隆市七堵区东兴街 六十五项四十八号 联络电话 02-2456-2057 02-2456-2057 上午八点 于七堵火车站备有接驳车 生命点市高雄紫杯道场 举办礼拜紫杯三昧水餐 点灯供水 要供即甘露事实法会 恭请占尽法师领众 日期 2月24号星期六 上午九点 地点 三明区鼎中等六里联合里活动中心 地址 高雄市三明区鼎立路 125-2号 底下一楼 天祥一路与鼎立路口 联络电话 零七五五六九九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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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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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万解脱咒 十万解脱咒 一般往生者都会盖往生背的时候 一定有这个咒 我们希望 透过这个 加上药的布施火化的时候 他们能够往生净土 执着生病的能够放下 不再生病 如果各位 今天刚好身上有带药来 最好等一下我们 要亲自去布施 那边烧了一个小小的火 然后呢 各位就把它 等一下要亲自去布施 然后如果你刚好带你吃的药最好 头痛的人布施头痛药 这个就是佛教的原理 胃痛的人布施胃药 把那个塑胶的拿掉 如果中药就更好了 放到火里面 他们加牛奶 它产生这种药的味道 烟 然后随着风吹出去 这些众生身上就离病苦 所以我想点香 本来就是甜甜我们的点香 事实上香有各种的功德 六十三页 各位看到了要是七佛 然后我们现在 大家先升起大悲心 念着 希望你把你生病往生的朋友 想一下 招请他们一下 一己一切 并不是招请他一个 你的爸爸是因为肝癌死掉的 所以你因为你爸爸 你生起那种感动 把这个感动变成慈悲 愿这个世界所有肝癌 往生者都得到利益 这才是佛教的方法 一己一切 你的先生是 阿公是癌症往生了 这个世界多少癌症往生了 但是你要生起悲心 最好的对境就是你爱的人 所以你想到你爱的人 他得癌症往生 你看你有时候会掉眼泪 然后把这个爱扩及一切 就变成慈悲 所以愿所有 因为这样而往生者 甚至被堕胎的胎儿 生病死掉的众生 都能够离开病苦 所以我们现在念 欧妈你背面后 各位想到各种的 老牛被杀 这些鸡 被煮 被切 人类死亡 战争被切割 等等 愿他们都能够得到这个药的布施 很大很大 然后呢看到所有受苦众生 像自己的母亲一样 所以我们要布施给他 愿他离苦 愿所有各种宗教往生者 跟着被堕胎胎儿 被屠杀动物众生 又能够得到发挥功德 无病无苦 得到甘露 得身敬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徒夫的妻子 张阿易从年轻的时候便从事杀生的行业 至今已经二十年了 他的妻子阿珍一开始并不认为 丈夫这种行业会积下恶果 直到后来遇到了一位学佛的邻居 真是太残忍了 阿珍 你老公做这种杀生的行业已经这么多年了 他身上背负了太多的罪业 这样下去可是早晚会遭报应的 刘姐如果是在过去你对我说这些话 那我肯定是充耳不闻的 但是现在我有点相信因果报应这种说法了 是吗 这么说来阿珍你已经有些醒悟了 或许是吧 我年轻的时候也曾有很多人对我说 杀生是会遭到报应 可是我却丝毫不信 现在我和我老公都已经四十多岁了 可是却一直没有孩子 我想这或许就是上天对我们杀生的处罚吧 杀生的果报有很多种 那些常年杀生的人经常会染上一些可怕的因果病 最终的下场也是堕入地狱 难入西方极乐世界 刘姐 我想我和我老公应该从现在就开始吃素念佛 虽然我们不会再有孩子了 但是以后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很好的 嗯 阿珍 你说得很对的 老公 我要告诉你一件大喜事 什么喜事 难道我们最近有收入变很多了吗 不是的老公 我今天听了刘姐的劝说 也准备吃素念佛 求往生时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西方极乐世界 吃素念佛 老婆 你还真相信有这种事情啊 是的老公 你和我一起吃斋念佛好不好啊 以后不要再杀猪了 哎 我杀了这么久的猪了 除了杀猪 我什么都不会 不杀猪 我们靠什么生活 你要吃斋念佛就随你 我可不想吃斋念佛 老公 难道你就不怕受果报吗 我不信什么报应 老婆 你想吃斋念佛 就吃斋念佛好了 我不管你 但你别让我也跟你一起吃斋念佛 好吧 张阿易看着妻子心想 看来 她还真的下定决心要吃斋念佛了 哼 我的老婆 必须和我一样 怎么能像一般人那样 迷信什么佛呢 不行 我要想办法阻止她 我们两人一口锅造吃饭 你要吃素 难道还要分锅分造不成 反正我是要吃肉 你嫁给我做老婆 就要做给我吃 好的 你放心 我不会影响你的 那就好 从那天起 阿珍在做饭的时候 便先将丈夫的一份做好 端到桌上 然后 再做自己的一份素菜饭 我张阿易的妻子 怎么能吃素 那样 会被人笑话的 哎 吃肉的没有醉 煮肉的菜有醉呢 每次吃饭 张阿易总是如此这般 如此两次三次 阿珍只好放弃了吃素 这就对了嘛 两口子活得好好的 吃什么素念什么佛嘛 你学佛了 我们两人的话题就都说不上了 这样不就太没意思了嘛 难无阿弥陀佛 难无阿弥陀佛 哦 怎么会这样 张大哥 我听说嫂子最近学佛了 这是不是真的呀 是啊 我也听说了 张大哥 我们做屠夫的 可是最烦那些学佛的人 整天说什么杀生会遭到果报之类的事情 张大哥 嫂子不会真的学佛了吧 别提了 这些日子她一直想要吃斋念佛 说什么她都不听 不过我还是有办法的 每当她吃素的时候 我就往她的碗里放猪肉 结果现在她已经放弃吃素了 哈哈 张大哥 你可真有办法呀 够厉害的 是啊 张大哥 这么说 嫂子现在已经不再吃斋念佛了 哎 斋她是不吃了 但是佛还是每天都念 我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打消她念佛的想法 真是太烦人了 张大哥 我有个好主意 只要嫂子一念佛 你就让她帮你杀猪切肉 学佛的人不是说杀生是作恶吗 那你就让嫂子多作恶 那样她就会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念佛了嘛 是啊 我让她不能吃素 不能行善 这样佛祖也不会要她的 那她自己就会自动放弃念佛了 这主意可真不错 哈哈哈哈 小孙 谢谢你 阿珍 快出来帮忙啊 快点啊 唉 知道了 这就来 阿珍 快帮我按住猪腿 这头猪太可怜了 还是放过她吧 阿珍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我儿子过几天就要结婚了 我准备用这头猪来款待宾客 怎么能放掉呢 是啊 阿珍 别胡说了 快过来按住猪腿 杀猪的没罪 按住的有罪 果然 当天就没听到妻子的念佛声了 张阿易很得意此招灵验 而每次杀猪 照例要妻子按住猪腿 小孙 你的方法可真好用啊 你嫂子她现在已经不再念佛了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我们屠夫的妻子怎么能学佛呢 那样会被人家笑话的 张大哥 不过嫂子她好像并没有死心啊 我听说只要你不在家 她还是坚持念佛 而且她还经常跟着那些 学佛的人一起去放声呢 唉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她别在我面前吃素念佛就行了 就这样 阿珍当着丈夫的面吃婚杀生 背后却还念佛放声 就这样过了三年 这一天 阿珍把家中里里外外 床单被褥 都收拾得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阿珍 你这是要做什么 我要回家了 回家 你娘家已经没有亲戚了 这里就是你的家呀 你还要回哪个家呀 我实话告诉你 我要回的家不是你说的家 我要回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你这个人存心太坏 我本来想做一个吃素念佛人 你让我不能吃素 不能吃素 念佛也好 你又叫我帮你按诛 一起来杀身 而且 每次都要说 杀诛的没罪 按诛的有罪 就是故意 存心破坏我念佛 我见你坏得不可理喻 还不知 要做出何等坏事 所以再也不当着你的面 念佛了 几年来 我一直在心里念佛 我按住每一头猪时 都在心里念佛祈求 猪啊 我实在是罪业深重救不了你 就让阿弥陀佛快快把你接往净土吧 一直念佛 直到猪断气为止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几年 经我手按的每一头猪 都已往生极乐世界 为了感谢 我帮他们念佛 三天后 他们全部都要跟随阿弥陀佛 一道来接我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阿弥陀佛 你是不是发高烧烧糊涂了 去极乐世界 别做梦了 你吃肉作恶 还想去极乐世界 老张 我怎么觉得你老婆 这几天有点怪怪的 是啊 老张 昨天阿镇他竟然 还能高兴地跟我说 他自己 马上就要去极乐世界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 我看 他头脑有些不太正常了 刚才他还说 三天后 要去什么极乐世界 还说猪也去了 还要同佛 一起来接他 真是前所未闻 谁都不愿死 都想好好地活着 哪有这种人 还高高兴兴地去死呢 第三天 张阿弥一回家 便闻到满屋异乡 觉得很纳闷 满屋找遍 不知香味从何而来 啊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阿镇 你在干什么 怎么又念起佛来了 啊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阿镇 他真的去了极乐世界吗 如果真有极乐世界的话 那肯定也是有地狱的 那像我这样的人 那不是早晚会堕入地狱吗 真是太可怕 就在阿珍作画的那一瞬间 佛陀的伟大与慈悲怜悯 就像一道闪亮的光 射入了他的内心 张阿弥当下就发愿 从即日开始吃斋念佛 不再杀生了 舍命报恩的狼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那时候 山区的居民 都要去山上 捡食木柴回家生活 阿灵 每天都会和同伴 一起去山上食柴 阿灵 小孙 今天我们捡了不少木柴了 足够明天用的了 我们该回家了 大哥 我们走了那么久 我感觉好累啊 不如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再回去吧 是啊 大哥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再回去吧 好吧 我们就去那里休息一会儿吧 大哥 小孙 你们听 这是什么声音啊 好像有人在哭 阿灵 你不会听错了吧 这里怎么会有人哭呢 哎呀 好像真的有人在哭啊 走 我们去看看 究竟是什么东西 发出来的声音 你们快来看啊 这里有个洞 原来 这个声音是从这里面传来的呀 究竟是什么动物在里面叫啊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 哦 哦 哦 原来是一只小狗啊 哈哈 我家里正好缺一只看门狗呢 就让我带它回家看门好了 小狗狗 跟我回家好不好啊 阿灵啊 你不能把它带回家 它不是小狗 它是只小狼 什么 这是小狼 这是小狼 可是我怎么看它都像一只小狗啊 我不管 我一定要带回家养 还是把它放了吧 要知道狼可是不好惹的 你们还记得隔壁村的阿震吗 阿震 就是前年被狼咬死的那个人 没错 听说他之前去山上砍柴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小狼 结果 他用刀将那只小狼砍杀了 一年之后 他和同伴在山上采野果的时候 突然遇到了两只大狼 他和同伴吓得狂奔而逃 但两只大狼 只对阿震穷追不舍 直到将它扑倒咬死才甘休 啊 为什么狼只咬阿震啊 因为当初 阿震砍杀小狼的时候 留下了气味 小狼的父母牢牢记住 虽然已经经过一年了 但他们却一直没忘记复仇 阿灵 所以你不能将这只小狼带走 否则他的父母一定会找上门来的 哦 那就算了 我还是不要养他好了 他跑得可真快呀 好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怎么回事 那只小狼怎么又叫了起来 它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吧 我去看看 我们也过去吧 啊 狼 看来这只小狼的妈妈已经死掉了 他没有了妈妈 现在就算我们将他打死也没关系了 不行 你们不能打死他 再怎么说 他也是一条生命啊 我要把他抱回去养大 阿灵 别开玩笑了 有养猫 养狗的 那有养狼的呀 是啊 老人们都说 狼是最没有良心的动物 你把他养大了 他反过来会把你吃掉 要不怎么会有狼心狗肺这句话呢 我才不相信这句话 我相信 只要真心对他好 他也会真心对待我的 就这样 阿灵把这只小狼 抱回家了 阿灵 快扔了 养个白眼狼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他的妈妈已经死了 如果我们也不管他的话 他一定会死掉的 别扔了 再怎么说 他也是一条生命啊 我们就养着他好了 好吧 那就养着吧 希望他长大以后 不会恩将仇报 小黑 听到没有 你可以 住在我们家里了 小黑 嗯 小黑 是我给他取的名字 小狼 在阿灵的悉心照顾下 茁壮成长 没过多久 他就长大 变成一只威风的大狼了 个子 也不亚于一头小牛 哎呀 你看 这只小狼竟然长这么大了 看得真是让人害怕 是啊 你看这狼的派头 要是在山林里 一定是个做狼王的了 可是 他现在是在村子里 万一有一天 他野心复发了 那要怎么办啊 想想就感到可怕 没错 我们绝不能容忍一只狼 留在村子里 对 我们不能让这只狼 再留在我们村子了 村子里越来越多的人 反对阿灵 将小黑留在村子里 他们一致决定 要将小黑打死 小黑 快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你不能再留在村子里了 小黑 快走啊 小黑 快走啊 今天非得把那只狼杀了不可 否则我们早晚有一天 会被他咬死的 你说的很有可能 对 今天说什么也要杀了那只狼 那我们快去吧 小黑 快跑啊 逃命去吧 快看 是那只狼 他要逃走 不能让他跑了 快追 对 对 咱俩快追 小黑 快跑啊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是小黑 他成功地跑回山上去了 真是太好了 一年之后 战争爆发了 为了保家卫国 阿灵参加了游击队 在家乡 与敌人展开了对抗 阿灵 你的伤口要赶紧爆炸一下 如果流血太多的话 可就麻烦了 盖死的敌人 竟然追了我们这么远 还好我们跑进山林里 他们应该是不会追来了 希望他们不会追 希望他们不会追来 我们俩现在手里连一颗子弹都没有了 要是被敌人发现了 可就糟糕了 阿灵 你看 那是什么 啊 狼 完了 他们一定是闻到我胳膊上的血清味来的 啊 这下完了 看来今天我们没有被敌人打死 就要被这些狼给吃掉了 让了 让了 啊 让了 让了 小黑 是你吗 那里刚刚有人说话 他们应该在前面的 嗯 我也听到了 快去追 绝对不能让他们跑掉了 好的 快追 啊 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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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枪 快跑 小黑 小黑 让了 让了 小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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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坚持住 你不能死啊 战争结束后 阿灵 在小黑的训难处 竖起了一块石碑 上面 写了一行字 兄弟 小黑之墓 小黑兄弟 我来看你了 生命电视台 带给大家一个存款的好地方 如何存钱最安心 就是护持生命电视台 帮助宣扬活法 同时储存我们的功德发财 今日护持之音 将赶招贵来得福之谷 而且财富永不有失 实为一本万里之举 劝人不失 不持 就是助人为善 助人修福 是值得赞叹的菩萨行 正信佛险佛法教的推广 需要众多 不把菩萨的 统心支援 您的每一份资源 和力量 都是帮助 佛法 救助 世间的推手 然而 这广传佛法 保护生命的 佛行事业 还需要更多的菩萨 共同护持 顾持话播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库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殿市高雄慈悲道场 举办摘天 礼拜 闲节天佛 护生 点灯 购水 药贡 即甘露世事法会 恭请战时法师领众 日期 2月18号星期日 大年初三 上午9点 地点高雄慈悲道场 地址 高雄市左营区中原路189号地下一楼 联络电话 07-556-9911 07-556-9911 生命电视台北中心 举办公送药师经 点灯 药拱 护生 即甘露世事法会 恭请战力法师领众 日期 2月19号星期一 大年初四 上午9点 下午恭送普门品 继父母恩仲南报金 地点台北中心 地址 台北市松江路26向5号 联络电话 02-2522-4049 02-2522-4049 检韵南京松江站3号出口 右转直走约500公尺即可到达 sha尔中学华 未经历 出口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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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一定要有信心 对佛号 对经典 对咒语 要有百分之一百的信心 不要怀疑 所以特别讲《心经》 我讲一下 《心经》我们都会念 《心经》是在什么时候翻译的 玄奘法师回到中国以后 唐太宗护持他 唐太宗老了 生病 身心焦脆 很痛苦躺在床边 唐太宗在痛苦的时候 玄奘法师慈悲 在唐太宗的床旁边 翻译这一部两百六十个字的心经 翻译完以后 念一遍给唐太宗看 唐太宗没有口念 玄奘法师念一遍 波罗 波罗 蜜多 念完以后 唐太宗业障消除 安详往生 心经力量大不大 所以我们要超度一定要念心经 消除一切魔障 消除一切身心的痛苦 心经的力量不可失忆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对我们佛教徒来讲加长变化 你到美国去念心经了不得了 你一个鬼道念心经 所以我们大超度一定要念心经 所以各位你平常念什么 你要有这个 信心 有信心以后再加上悲心 那么这个功德那么大 我一定要念给众生听才对 我要念给众生听 让他们离苦 就像玄奘法师 沿途念个心经 度一切苦 降服八十一种各种的磨难 能够安全到达印度 心经是如此 阿弥陀佛号更是如此 各个咒语都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念地藏菩萨灭定业 念咒的时候最好念到怎么样 看到地藏王菩萨 从他的心间放光 蓝色的光 所有众生定业消除 最好观消掉怎么样 你变成地藏王菩萨 但菩提心要生起一个佛慢 我就是地藏王菩萨 从我心间放出蓝色的光 消除对方的业障 特别各位 对方在生病得癌症 你要这样一直观想 超越时间空间 你现在人在吉隆坡 你的弟弟在深圳 你的弟弟在台北 他正在生病 像刚刚有个信徒打电话来 说他癌症末期 医生要开刀 要割掉百分之七十 他叫彭奇蕊 问我要怎么办 问我怎么办 我现在就要观想他 不是我的力量 大家一起念的力量 他就得到了 所以各位你要永远想 所以我们一个佛教徒 可以对世界的任何众生 都起了作用 有影响力 人都可以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你在念地藏菩萨 特别各位在念 阿弥陀佛的时候 从极乐世界念完 要开始下地狱 地狱 鬼道 出身道 通满了佛号 地狱都变成净土 鬼道的众生坐在莲花 出身道超年 阿弥陀佛 要发冰心念佛 你这样才不会打瞌睡 就像前面妈妈在那边挣扎一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没有人会打瞌睡 叫你坐在佛堂 阿弥陀佛 那没什么 空气 念得好累 因为悲心不够 所以各位要观想 对境苦 苦的众生 为他们念 特别现在 众生都来了 地狱打开了 念这个地藏王菩萨的光 进入更深的恶鬼城 地狱 小祖堂的定言 Om Pola Molinturi 萨薄河 来 Om Pola Molinturi 萨薄河 Om Pola Molinturi 萨薄河 Om Pola Molinturi 萨薄河 萨薄河 Ohm Pola Molinturi 萨薄河 萨薄河 羊们 勇用 ºIn exploded ec免 萨薄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